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我来托你 阴神仙星 依附千孔之气 最多也就维持一炷香的时间 什么人 孔大哥 给 这爷俩共守兼备 都是杀战好手 可惜这般与人斗法 确实差了一筹 这小姑娘却是有些古怪 一旦开战 就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 这身本领究竟从何而来 不过 有眼下这三人所为班底 收拾一些寻常毛贼 倒是不在话下了 他是什么实力 老沈 你能不能看得出来 恩主 此人全身筋骨大成 应该是巅峰武师 已经开始锻炼内脏 却并没有练得内外一体的 真正先天境界 否则的话 今天我们非死在这里不可呀 已经开始向先天境界 迈进的巅峰武师吗 这样的高手 却来到毒妇门下为奴 这毒妇的势力到底有多大 小剑冲 偷偷修炼道朔 保藏祸心 你还真是与那贱妇生母 一个德行 你说什么 莫以为你有大夫人撑腰 我就无法处置于你 小剑冲 你那贱妇生母 堂堂太上道圣女梦兵云 都斗不过夫人 我且看你今日如何收场 太上道圣女梦兵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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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别过来 不然老子杀了他 这官差怕是要遭殃了 还不帮忙 还不帮忙 此等杂碎真是犹如我大前威名 你 你 你们给我等着 赶在玉京城下殴打官差 你们就等着人头落地吧 我们走 五文侯 这红毅的诗才颇佳 不过本宫看他身材瘦弱 我武艺在身 为什么不教红毅武艺呢 以后未必就不能像你这样 为朝廷栋梁 设计七十 读书人先明大义 再背武士 娘娘明鉴 本侯是想等这次科考之后 若是列子能得中举人 再学武艺不迟 再赏 拓木白牛弓一张 简史三只 佩剑一口 是 红毅 考中举人 才可习武啊 十辰已大 娘娘回宫 我要走了 别忘了 尽快离开玉京 反应也太满了 牛魔踏踢 丁脚 这是什么武功 性不辱命 请公主收回此剑 送出去的礼物 岂有收回的道理 你不是要习武吗 收着吧 改日 别忘了写首诗送我就行 如此 红毅就确之不公了 奏乐 舞起来 为镇南公主贺寿 你只要好 同心 后面 有 第二 新 Africa 微博 那 红玄机也好 这女人也罢了 看得还真紧 没关系 来日方长 原来是华盛阁下 你来这玉京冠 有何事啊 自然是来讨杯茶喝的 且不说太上道 玄机兄 你可听过 无声父母 真空家乡这句话 无声道 真空道 取遂祸乱南方的 就是这群妖人 不错 这伙人不知道从哪里 得到了当年大禅寺的传承 未来京 从此就妖言获重 玄机兄 我看此前你说的那些刺客 搞不好 也是他们派的 华盛阁下 红某知道了 红某定会将这些妖人 绳之一发 那就拜托玄机兄了 是才无意中听到 你们提起太上道 太上道 又派来个圣女 小道也是无意之中 才得知的 圣 圣女 她在哪儿 他们这些人啊 入室肚结 必然是去 红尘最盛之处 我们下期见到